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以为害为害人序 这个人是在说 他是不是水太旺了 需不需要要平衡一下 很多人都有这一种综合观念 总认为他的一个八字需要平衡 他才会好运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如此 这一边是命理一言堂 是一个专门讲解跟命理相关知识的频道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接收到通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你一看 第一眼你会发现到他的水很多 可是水多就一定代表水很旺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 我们透过五行深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字天干物魁一合 他就剩下一个润水 第一支隐害一合 所以他变成是去土克害水 那害水疑受伤 鱼日主疑受伤 各位 怎么看起来那么多水 结果到最后竟然是水受伤 所以很多东西并不是用看的 而是你五行流通以后 你才会知道他真正的一个情况 而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情况就是他的一个水其实是受伤 而这个八字是一个本命日主受克的一个八字 而他现在进入了疑仇 那进入疑仇以后 他就会变成 我们用黑笔 他变成什么 润水生以木 天干看起来没有问题 可是他的地支 你看 去土丑土再来一起欺负他的害水 所以其实反而是伤的更重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就要了解 很多人总是认为他火多 水多就要来平衡 可是实际上像这一个八字 反而他看起来水多更需要来去救他的水 所以实际上他并不是水多 而是一个水伤的一种情况 所以像这一种本命日主受克 他现在又加重的情况下 他就必须让他的水能够减低他的一个受克 他才会变好 所以重点就已经不是在天干上面这一块 因为天干上面他没有问题 重点是在地支这一块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这个八字要如何能够让他的日主 能够降低一个受克的情况 直随 直酬一合 会回到他本来日主受克的现象 也勉强可以了 丑 不用讲了更是 盈 这个盈就可以 卯 卯续合可以 拿过来 臣 不行 加重 有 有减缓一点 勉强 申 可以 直丑 盈卯 过来 臣 过来就四 火生土不行 五这个都不行 卫这个都不行 续不行 再一个亥可以 再一个亥 在这一个运程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个运程不行 在其他的运程是可以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能够用的 水 木 金 这一种情况下 反而都是什么 其实都在抢救害水而已 他都是在抢救害水 所以各位 不要认为你什么多 就一定什么好 像这一个水多 反而水受伤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你是不是就一头雾水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